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第二个中期就是应景 就是因为今天是3月16号 大家知道吗 每年的3月20号是世界口腔健康日 也就是在这个礼拜五吗 礼拜四 礼拜四 是礼拜四吗 还是礼拜五 礼拜五啦 礼拜五 这个礼拜五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在这个时间要来跟大家聊一下 口腔保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之前我们都只教你怎么去洗手啊 怎么消毒你的手啊 哪些消毒液啊 可是其实真正重要的是 为什么叫你消毒手 就是怕你去挖到鼻孔 摸到眼睛跟吃到嘴里 那嘴里的病菌到底该怎么办 它会影响多少 今天我非常非常开心哦 我们邀请到的是 台湾口腔照护协会的理事长 黄耀慧 黄理事长黄医师您好 谢谢消毒职人 还有谢谢在线上收听的朋友们 OK 那黄医师你可以错过来一点 没有关系 好好好 来呃先来讲一下 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个世界口腔健康日啊 哦 所以我想大家大概很少有听过这个日子 嗯 其实这个在2007年的FDI FDI我们的中文叫做 呃世界牙医联盟 嗯 那从2007年他就推出这个节日 那2008年开始 就是大就是大规模的庆祝这个节日 嗯 为什么要来庆祝这个节日 嗯 可能大家就会想到 因为口腔的议题一直都被呃一般人忽略掉 嗯 假设没有一个节日 譬如说我们有那个艾滋病防治日 大家就会开始来注重艾滋病 嗯 所以我们有一个口腔健康日 让大家唤醒大家这种对口腔健康的认知 嗯 但是后来在2013的时候 把这个日子改成320 嗯 嗯 所以早期其实不是320 哦 那2013开始改成320 有它特别的用意 为什么 好 所以你看我们人有32颗牙齿 哎 包括字齿 对 那那个0 你就可以想到我希望32颗都是0注牙 哦 所以这是为选择320的原因 而且这个是全世界都可以用的 是 我像台湾的父亲节88节在国外就不会有感觉 因为国外不会念88的 所以这个320是32颗牙齿 希望0注牙 所以320 世界口腔健康日 其实还有更深层的一个意义 哦 320就是第一个它的代表20颗的乳牙 对乳牙是20颗 这个时候会特别唤醒大家要 连乳牙的健康其实也是很重要 嗯 哦 我们甚至于有很多研究会告诉我们 嗯 乳牙如果不好 嗯 会影响它的横牙发展 嗯 这是一定就是道理 但是乳牙不好会影响这个小朋友 从小开始长大 它的个人的人格发展 人格发展 这个大概就很难去想象到 真假的 我们用最简单的例子 今天假设有一个小朋友 嗯 他的乳牙都注掉 牙齿黑黑的 嗯 你想他刚刚从家里进到幼稚园 然后因为牙齿黑黑的 别的小朋友会说 啊你牙齿好丑 我不要跟你当朋友 我不要跟你讲话 于是他就会被容易被孤立 嗯 你想想他刚刚进入这个团体 社会要慢慢学习跟人互相相处 但是已经开始就被排挤 因为他的牙齿而被排挤 嗯 所以你要想想等他慢慢长大 慢慢长大 他会不会有一点 有点自卑心 嗯 另外一个 当他进到学校以后 他要开始学发音 嗯 所以你注意发这个字 嗯 我们要上牙齿咬住下嘴唇 发发对不对 对 或者是念 啵 啵 摸 摸 摸 啵 摸 摸 摸 都是要用牙齿咬着 对 假设这个时候他的牙齿已经住掉了 嗯 结果他发出来的音是变成花 有 我们以前就会常说这个小孩讲话会漏风 是 就是因为他 所以说这个时候在他人际沟通 他就说你在讲什么 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因为你发音 发音不准确 嗯 所以会慢慢影响他的人际沟通 这个时候又会影响他慢慢长大的时候 更不用讲学习 老师在讲 我们今天要来发一个东西 在他他脑子里面 这个发的音应该是花呀 老师在讲这个是什么呀 我完全没有办法接收 就是 所以在他学习上也会受到影响 对 这个是你讲的20对不对 20就是乳牙 嗯 那其实我们在讲呃 牙齿的保健 其实之前我们也曾经有过几次 就是请牙医师 我们常请牙医师 哦 是啊 我们超重是牙齿保健的 因为后来才发现 其实呃 除了美观 很多人都在意美观啦 嗯 比如说讲呃 矫正啦 或者是等等啊 牙齿美白等等 我们常讲这个 但是其实 很重要的是 我们比较少提到是 你的牙齿好不好 其实跟你全身的 全身的系统 健康都有关系 对 对 那我们就先来讲 病从口入这句话好了 嗯 病真的大部分病都从口入吗 哦 因为我相信 牙 你们讲口腔卫生 口腔健康 不会只有讲牙齿而已 是 其实里面还有很多细菌 对不对 没错 对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真的是 真的是到底我们 我们的口腔里面有多少细菌啊 如果说我们要算有多少个 嗯 那个细菌是算不完 都是以10亿为单位来计算有多少个 你是说我现在嘴里可能就有10亿个细菌啊 每个人的嘴巴里面都有细菌 只是有些细菌是好菌 有些细菌是坏 就好像我们肠胃道一样 有好菌也有坏 所以每个人的嘴巴里面都有很多的细菌 所以你要论说有多少 嗯 那是多到比全世界的人口都还要多 嗯嗯 的个数啦 嗯 但是有人会讲说 哎那细菌那么小 我眼睛又看不到 嗯 其实我们嘴巴里面的细菌 你不但看得到 你还摸得到 你说的是牙菌斑那种吗 对 所以其实在口腔里面最多的 最多的细菌就是牙菌斑 会存在牙齿的表面上 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黄黄的 一点一点的那个 对 还是说看起来有点像蛀牙 但还没有像蛀牙 那是不是有牙菌斑 如果我们要来谈牙菌斑 从书面上的定义 牙菌斑是一种软软黏黏 半透明状的东西 所以你看如果有一阵子 假设有一阵子没有刷牙 然后你用指甲去刮一刮牙齿的表面 好恶心哦 你会刮到什么东西 会黄黄的东西 就是那个东西 我没有说是我有这样试过啦 但我觉得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因为呢 我去看牙的时候啊 那个我比如说我带小孩去看牙的时候啊 医生都会提醒他说 你看你刷牙你都没有刷干净哦 你看医生弄给你 就会在他的牙齿上刮一下下来 你看这个黄黄的那个东西就是牙菌斑 那个真的拿到显微镜上去看就是细菌 好恶心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好现在大家那个 现在用手刮不太好 今天回去之后可以试试看拿一个什么东西 牙签或什么刮一下你的牙齿表面 你就知道你到底刷牙都有没有刷干净 其实主持人你讲到一个重点哦 常常我们不知道我的小朋友有没有刷牙刷干净 对啊于是爸爸妈妈我都会建议他小朋友刷完牙 你可以拿牙签去刮刮他的牙齿表面 检查他有没有刷干净 而且刮下来那个黄黄 你不要只是觉得哎呦呃脏脏 那个东西真的就是细菌 是太可怕好 所以呃我有看到就是WHO 现在最近被骂死的这个组织呢 在2014年有做了一个调查 就是2014年调查 他说在200多种疾病当中 对生活造成最大负担的第一名 是恒牙筑牙 而牙周病乳牙筑牙则分居第六第十 哎这个他是把所有的疾病都放在里面哦 是 所以在谈到这个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先谈一个专有名词 一个很大的计划 这个计划叫做全球疾病负担的一个计划 叫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那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当然不会只有嘴巴里面的疾病 是全身的疾病 所以他把人类哦全身的疾病 大概有两百多种将近三百种常见的疾病 做一个统计 来看哪一种疾病是最常在人类最常发生 所以你会想到可能不是只有牙齿 有些可能是皮肤病 有些可能是偏头痛 所以在这边统计下来在这三百多种疾病里面 排名第一名叫做恒牙 胃治疗的蛀牙 所以胃治疗的蛀牙就是我现在有一个蛀洞在那里 然后完全没有去照顾它 但是为什么要分还会有一种叫做乙治疗的蛀牙 乙治疗的蛀牙就我有蛀牙医生帮我补好了 这个叫做乙治疗的蛀牙 我有蛀牙医生帮我拔掉了 这个也叫做乙治疗的蛀牙 我们现在讲的只是未治疗 就是你就是有蛀牙 但你没有去看医生的意思 对 因为我们牙齿又分为恒牙跟乳牙 恒牙当然你会知道12岁以后所患的 所以排名第一名叫做恒牙未治疗的蛀牙 所以这是第一名 这让我有点吃惊 因为大家先了解一下 这个调查它调查的这个目标的 并不是只有口腔的疾病 它是所有的疾病可能包括像什么 偏头痛心脏病 皮肤病 脚痛 骨骼的问题全部在一起200多项 结果最让人困扰的造成生活最大负担 第一名是恒牙蛀牙 然后牙周病是第六 第六 骨牙蛀牙是第十 也就是口腔相关疾病在前十名就占了三个 而事实上会有这些问题 是不是还是回到就是我们说口腔是全身最多细菌的地方 它可能会造成很多其他相关的 我们可不可以先大概讲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 现在在YouTube上面留言也有些问题 我们等一下都会找时间来回答大家问题 我在这边也先讲一下 因为里长在这边 黄医师在这边难得 大家如果有任何就是口腔牙齿方面疾病 比如说到底怎么结牙 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把口腔里面的细菌刷干净 还有我爸爸有糖尿病 这个跟他的牙齿 但是他牙齿又有蛀牙 我应该怎么处理或者是心血管疾病 这些通通都有关系 如果说家里面有老人家 其实牙齿老人家很多牙口都不太好 真的不知道到底是牙口不好造成这些病 还是因为这些病又造成他的牙口更不好 这东西我等一下都想请教一下黄医师 如果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 欢迎都可以上YouTube来搜寻飞碟联播网 目前在直播就是生活同乐会节目 我们现在在现场的是台湾口腔教护协会的 黄药会理事长黄医师非常的专业 可以来解答大家的问题 我们先来讲 有哪些我们常常见到的一些疾病 可能是跟你的口腔牙齿有关的 因为我们刚刚320的20 还有一个还没有讲完 就会跟现在这个议题有相关了 刚刚第一个20是讲20颗乳牙 对 第二个20可能是用在老年人的身上 我们希望老年人至少要有20颗有功能的牙齿 他才能够正常生活 什么叫20颗有功能的 对 假牙算 假牙算吗 也算有功能 但是通常我们会讲20颗的自然牙 自然牙就是真牙 在我们的定义里面 为什么要叫有功能 假设我上面10颗牙齿都在前面 嗯 下面10颗牙齿都在后面 嗯 就完全没有功能 哦 他没法咬合 对 可以是这样对不对 没错 所以要20颗有功能的牙齿 嗯 那当有20颗有功能的牙齿 他才能够享受一般的美食 正常的进食 或者是他想要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 这是至少要有20颗 那所以刚刚主持人您又提到了 会跟我们一般的疾病会有相关 嗯 为什么会这样讲 早期我们 我们一般有一个流流行性的话 叫做牙痛不是病 其实还有后半段 但是讲到前半段的时候 会让人家觉得 嗯牙齿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重要嘛 嗯 会让人家觉得有点轻忽他 现在很多的研究发现了 嗯 口腔健康跟全身健康是息息相关 嗯嗯嗯 最大的息息相关 第一个可能要首推糖尿病 哎 为什么是糖尿病 对 所以很多在大概06年的时候 美国牙医师公会在他的杂志上面 就有刊出一个特别的报导 这个特别的报导上面写说 口腔健康跟糖尿病是一个双向道 这是他的那个文章的标题 嗯 所谓双向道 我们过去都会知道糖尿病的人 因为他的末梢血液循环不好 所以有可能哎他脚受伤了 嗯 要把脚锯掉 我们听过这个 对 但是你想脚是末梢 牙龈是不是末梢 牙龈也是在人的末端 最末端的地方 所以当有糖尿病的人 他很容易就会得到牙周的疾病 因为都是末端 对 没错 我终于知道 我以前不了解 原来是因为末端关系 原来牙龈算末端 哦 那另外的 这个是一个单向 有糖尿病 他就容易有牙周病 后来发现有牙周病的人 他会让他的糖尿病的血糖控制更加恶化 所以 糖尿病导致牙周病严重 牙周病又反过来 让他的血糖控制更不容易来控制 这个叫做双向道 互相影响来 但是通常我们医生当然不会 眼睁睁的看你越来越糟糕 对 我们就会想说 哎那我们是不是来治疗好你的牙周病 我定期帮你洗牙 我帮你牙周顾好 能不能让他的牙那个 血糖状况 能够控制的越来越好 嗯 结果文献证实 确实可以做到这一点 嗯嗯嗯嗯 你定期洗牙 定期把你的牙周病治疗好 反过来你的血糖控制也越来 你平常可能吃两颗药 可以慢那个药 可以慢慢减低减低 嗯 所以这是糖尿病 是 然后另外一个也很跟牙齿的状况息息相关 是心血管方面的疾病 对我们心血管疾病 有的时候我们的专有名词讲起来 大家比较不容易懂 对 我们用白话文来讲就是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 或者是腦中风 中风跟牙齿有关吗 当然 因为我们牙周 特别是牙周的疾病 因为牙周疾病很多都是因为细菌 堆积在你的牙齿四周围 导致你的牙周疾病 但是你知道细菌一到我们人体以后 这些细菌就会开启我们人的免疫系统 于是这些免疫系统原来是要来杀死细菌的 他同时也会攻击那些特定的 类似长得很像细菌的那种那个部位 在我们人的这个部位有很多是在血管壁上面 会有这些类似细菌的这种接收器一样 所以免疫系统一开启了他会杀死细菌 他会抵抗这些细菌他也会造成我们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疾病 特别是心脏四周围的血管 所以当免疫系统一开启了以后 可能你心脏的血管就被慢慢被堵到了 所以才会有心肌梗塞跟牙周病也是一个息息相关 甚至于新的研究心肌梗塞跟牙周病的相关性已经被证实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如果是女性的话又有牙周病的话 他会比男性更容易会有心肌梗塞的现象 为什么呢 这个是在统计上面 这个是研究大数据显示是这样 哇塞 所以女生不是啦不是女生要好好保养牙齿 是大家都要好好保养牙齿 好这个这里面其实我也很谢谢理事长 理事长今天带来很多很确实的一些 这些跟疾病相关关联 我们之前可能只有大概听到 跟这个有影响 可是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环节的影响 现在大家应该都比较了解 但是有一个是比较新的 这一两年才被大家提出来 就是说蛀牙齿牙周病可能跟失智有关 是 所以主持人您提到的这些都是最新的这些医学期刊 这应该是这一两年的失智这个东西是这一两年出来的 没错 因为失智症是这一两年新的一个议题 所以早期我们并不晓得说口腔的健康 甚至于我们讲直接的就是咀嚼嚼 嚼东西的这个状态 嚼东西你有没有正常能够嚼东西 会跟 会跟失智有相关 主要就是一些研究 他在你的脑部 在做了一些脑波的图 然后你开始在咀嚼的时候发现当你在做这个咀嚼的动作的时候 脑子里面大脑里面的特殊部位 他会被受到刺激 偏偏这个特殊的部位 就跟我们人的记忆跟专注力是管同样的特殊的部位 所以国外就有很多调查 他就发现了 发现说 就像刚刚的那个双向道一样 有牙周病的人 他容易让他的糖尿病变糟糕 后来在日本的研究 他发现了 有牙周病的人 他会比较容易有导致失智的现象 相反有失智的人 他牙周状况也会比较不好 这也是另外一个发现一个双向道的另外一个观点性 跟糖尿病是一样的 是 好 然后再来是更年期 更年期这个是女性还是男性 其实发生在女性会比较明显一点 这个会是发生在 会跟我们口腔里面的唾液 我们的口水会有相关 大家有的时候都觉得口水很脏很脏 甚至于现在新冠病毒 他的传染的媒介就是经由口水 大家会觉得口水是一个排斥 但是对我们牙医师来讲 口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保护口腔健康的机制 你想想我们口水里面 最直接想到的 他有润滑作用 当我们要吞咽的时候 他有润滑作用 其实口水还有另外一个保护作用 保护什么 今天假设你来想想看我们吃一个很硬的东西 你嘴巴里面很干的时候 你的黏膜很容易就被膜破掉 或者是口水还有其他的功能 他还有杀菌抗菌的功能 那对更年期的妇女来讲 他的一些分泌物就会慢慢慢慢降低 当他的口水降低了以后 刚刚的提到的这些保护机制 相对也会慢慢的减少 好所以刚刚大概讲的这四个比较大的影响 但事实上呢 其实牙齿如果不好 牙周病的状况 你可能影响到的不止这些 比如说你可能也会造成肠胃不好等等的 都有都有可能 那更大的就是说假设你有牙周病 牙周病主要我们谈的是细菌 可是假设你刚就像医生说你可用的牙齿 就是年纪大了不够的话 你可能体力也不好 因为你吃不了太多的东西等等 那上面大概已经有100个问题在问 大部分问的都是 那到底该怎么样清洁我们的牙齿 大家其实很紧张 包括口气不好怎么办 口气不好到底是口腔的问题 还是牙齿出了问题 那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然后包括这个牙刷的刷毛怎么选 因为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刷毛 那是不是呢 只要清洁牙缝就好了 因为跟牙齦 因为你讲的最重要是牙缝跟牙齦 那牙面是不是就不用清理 然后还有包括小朋友的问题 然后另外很多人问就是漱口水 说很多漱口水的商品 宣称是含有杀菌的效果 那到底是不是我每天漱口 其实对我的这个口腔的保健 牙周病的预防就有帮助等等 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再回来 请教黄医师 我们就除了回答这些问题之外 我们就告诉大家正确的牙齿保健观念跟方法 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大家可以持续在YouTube上发文 好 所以我们才可以free 没有还在直播 还在直播 对我们直播上进行 我先喝一口水 对对对请教杰妮 其实可以自自由 对对对对对 没关系 讲的很累 对对啊 那他问题超多的 问题很多 我先回答这个好了 因为这个是讲小朋友的 嗯哼 小朋友的福定 因为现在有一些 我们去牙医 牙医 除了屠佛之外 有一些会建议吃福定 是 那这个福定的话 怎么怎么 他说小孩的福定要慢慢溶解 是没错 可是我儿子都是用咬的 对对 因为其实我的研究就是做福化物 真的假的 因为我是做福化物的 那先讲福的用法 我们其实最主要是希望 它是叫做局部性的用法 而不是系统全身性的用法 我们希望他在嘴巴裡面 这种效果会是最好 那所以他咬咬吞下去 当糖果一样 根本就没有用 这个只在一种状况有用 小朋友13岁以下 因为他的牙齿正在发育 他要吸取血液里面的养分 这个时候你用福定 你让他吃进去 跑到你的血液里面 然后就跑到牙齿里面 这个是OK 但是如果对比较大的 甚至对老年人 这个作用就发回 老年人应该没有在吃福定 老年人也可以吃福定 但是我们希望他的吃的福定 我们不要叫他叫做吃 应该叫做含福定 含 让他在口茶 对 所以其实您的小孩 我也会建议 当他在吃福定 你不要叫他一下就吞下去 那他在这边喊一喊 譬如说今天 小孩子可能不太会 像我们大人这样操作 你可以跟他讲说 今天我的福定放在右边 明天改放左边 有问题 让他慢慢慢慢在嘴巴里面 福定那么小一颗 对 对 他小朋友一岁半都直接 直接吞下去 我儿子是因为我没有吃过 但听说福定甜甜的 所以小孩很喜欢吃 所以福定他们还做那个 福定的罐子都有做特殊的开锁 就小孩让小孩开不开 对 因为小孩会自己去挖来吃 因为他很像糖果 是 所以那个那 但我儿子现在已经破解了 但他还是知道 就是说不能 就是一天最多吃一颗 一天一颗 所以是要让他 好所以我们回答了这位 因为爸爸的问题了 原来要让他 我真的不知道 我的医生都没有跟我说 要用含的 因为做那个 研究告诉我们说 浮化物它能发挥最大的效果 是在局部 而不是在全身上面 这个我们等一下简单 还是广播讲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有板子可以 板子吗 有哪些啊 这个 好 在第二的时候可以讲得到 韩服 好啊好啊 好 这个放在这里 好 10点33分 欢迎大家回到生活同乐会 刚刚呢 本来想说直播 就先回答一些问题 这样我们广播 就可以继续下去 就没有想到直播回答 这个问题 我觉得实在太重要了 一定要让我们广播的听众 也听得到 就是有关于小朋友 韩服定这件事情 那等一下呢 我们就再请医生很快的 带我们带过 因为现在很多的问题 其实都可以 现在都可以 跟这个医生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 爱牙四手折 做串联 对不对 而且很认真的 还带了一个手板来 爱牙四手折 手折一就是定期检查 口腔检查 这个大概 我们基本上半年 要去洗牙一次 就可以做到 做定期检查 对 那小朋友的话 因为现在还有免费读佛 也是半年 所以应该也算是可以定期检查 这件事情一定要 你知道很多 我们常接到牙科电话 小姐你刚才洗牙了 对不起我好忙 再忙也要掏时间去 那当然 有 第二个就是 早晚使用韩服牙膏刷牙 好这个地方我们又要讲到 刚刚才知道原来黄理事长 本身就是做浮化物研究的 真是太好了 含服牙膏真的有用吗 应该是讲浮化物 对 浮化物 浮化物到目前是被证实说 是预防蛀牙最有效的一个方法 其实我们预防蛀牙有很多方法 你可以说我可以好好的刷牙 你可以说我不要吃糖 都可以预防蛀牙 但是在那么多种方法里面 最有效的是运用浮化物 但是浮化物的运用又分为好几种 大致上我们分为两大类 第一种是要吃进去的 第二种不吃进去 我只在嘴巴里面用而已 那最多人 那么多种方法里面 最多人运用的可能就是叫做 含服牙膏 就是每个人每天 几乎都有在用到的 那于是我们会想说 假设我们知道浮化物它很好 但是我们想说 我来运用浮化物来预防蛀牙 你说你要预防蛀牙 你每天你要用含服漬口水 或者你每天要吃一颗伏定 你会说我平常又不习惯这样吃 我可能会忘掉 对对对 所以它的配合度不是很好 但是每个人每天都会刷牙 都一定要刷牙 所以在你刷牙的时候 用含服牙膏 这个是目前世界卫生组织 他所公推最容易成功 也是最多人运用 预防蛀牙的方法 就是运用含服牙膏 但是在运用含服牙膏的时候 会有一些重点 譬如说 现在发现含服牙膏 要能有效预防蛀牙 它的浓度一定要够 所以大家去买牙膏的时候 你可以翻开它的背面 看看它这个是 本产品浮化物浓度为多少 那大概要多少以上 通常我们建议要至少1000ppm以上 1000ppm以上 大家笔记喔 就说你去买含服牙膏 你要看它的浮化物要含1000ppm以上 才是比较有保护力的 没错 那么1000ppm大家会想说 可是我的小孩很小 他如果不小心刷牙 会吞下去怎么办 把牙膏吞下去 于是我们会讲 理论上牙膏 它是指希望放在嘴巴里面 不希望你吞下去 于是家长在帮小朋友选择牙膏 就要很重要 不能有一种因素 会去诱导小朋友来吞牙膏 那个甜甜的牙膏 他们都很爱吞 这个就是我要讲的 在选择的时候 不能有那些容易 让他想要吞下去的机制 不要选择太香太甜 有水果味有什么那些 都是啊 而且他会指定要葡萄口味 然后我就会觉得 你到底是在刷牙还是吃牙膏 所以咯 我们家长就有一个责任了 你必须要选择正确 而且适合小朋友的韩服牙膏 所以第一个不能诱导他吞下去 第二个他的浓度要够 可是你可能会想 可是小朋友他不太会吞 那万一他在刷牙 不小心又吞下去 这些那么浓度那么高的 含服牙膏要怎么办 所以说浓度不能变 但是使用量 是我们大人可以控制的 用一点点就可以了 对 主要你很有概念 有有有 我都给他挤一点点 通常我们会有一个 那个口号 0到3岁用米粒大 米粒大 3到6岁用豌豆大 绿绿的那个小豆子大 差不多 我就差不多是给他用豌豆大 因为我儿子现在快要5岁 对这是标准做法 好 0到3岁米粒大 3到6岁豌豆大 好 各位爸爸妈妈家里面有学龄前小朋友的 请注意 那有些有些爸爸妈妈就说 但是有就是怕他们那个吃下去 所以有一些医生会建议说 你就不要用含服牙膏 给他吃浮定 因为浮定的量是OK的 那如果今天是浮定的话 刚刚其实我们说在直播的时候 广告期间黄医师在回答的就是 浮定不能直接用吞的 最好是让他在嘴里面慢慢化开 对不对 所以要盯着小朋友 我自己都没注意 我小朋友就是摇一摇就吞下去了 所以这个部分 因为黄医师是浮化物的专家 对对对对 所以特别提醒大家 那所谓的超伏牙膏呢 呃在我们国家有规定 你含服量在多少以上 才能那个商品名 才能叫做超伏牙膏 所以至少我们希望一千以上 都是有效的预防 对 浓度越高 它的预防效果当然是越好 哦 其实我们常常在讲说 牙齿它是一个立体的状况 我们刷牙只能刷到外面 嗯 但是牙齿跟牙齿中间 嗯 那是牙刷刷不到的地方 哦 所以我们第三个建议就是 除了刷牙以外 还要再用牙线 可是现代人他会说 哎我中午就在办公室里面 嗯 就吃饭了 甚至我在外面跟人家吃饭 嗯 我也没有办法去刷牙 嗯 也没有办法去嗯 用牙线怎么办 嗯 所以基本上我们当然是建议 吃完东西 嗯 要尽快刷牙 嗯 或者使用牙线 嗯 可是很多情形之下 你没有办法尽快 嗯 做这件事情 我们就会有其他的替代式的做法 嗯 包括你可以嚼无糖口香糖 嗯 包括你可以用漱口水 嗯 这些都是替代式的用法 讲到漱口水 好多漱口水的问题 无糖口香糖我也有问题 先讲含浮漱口水 因为其实现在 因为最近就是因为这个呃 这个肺炎疫情的关系哦 所以漱口水大卖 因为我们就说病虫口入嘛 嗯 那有很多都是 就说可以杀菌等等的 那 就有人在问 是不是真的每天都漱口 这些漱口水就可以杀死我 口香里面所有的病菌 其实我们的漱口水 它会有不同的种类 嗯 有些就是漱口水 它标榜是预防蛀牙 专用的漱口水 对 所以这些可能它的主要的成分 就是浮化物了 有些漱口水是拿来 杀菌 来对抗牙周病的漱口水 嗯 当然还有另一类的漱口水 是用来去除口气的一种漱口水 对 所以如果你的目的是要预防蛀牙 于是你就要选择 含浮漱口水 如果我的目的是要拿来杀菌的话 那可能它会标 标示它大部分是来预防牙周病 或者是口腔杀菌 也具有清洁效果的那种漱口水 嗯 才会有效 还有另外你说 你如果吃完东西喝完东西 没有办法马上刷牙 或使用牙线 牙线棒的话 除了使用寒浮漱口水 还可以嚼无糖口香糖 对 这真的有用吗 好 因为无糖口香糖吃起来还是甜的啊 所以我们现在每做一件事情 一定要有实际的证据 对 来支持这件事情啊 嗯 我们现在在医学界有一种 新兴的研究方式叫做实证医学 实证牙医学 就是把所有的大数据收纳起来 然后把那些比较符合研究规格的容纳在一起 得到最后一个结论 嗯 所以我就要提一个 2019英国伦敦的国王学院 他所做的一个实证医学的研究 他发现了 哦 还有一张板子是不是 哦 他发现了哦 是这个吗 这个不是 这个等一下才会讲到 您先讲2019的那个 英国国王学院 他发表了一个实证医学的研究 他发现了 那些有嚼无糖口香糖的人 嗯 跟那个没有嚼无糖口香糖的人 来做比较嗯 发现有嚼无糖口香糖的 可以比没有嚼无糖口香糖的人 能够降低大概百分之二十八的蛀牙发生率 嗯 所以从这点他会告诉我们说 嚼无糖口香糖事实上是有实际 能够降低蛀牙的效果 那你可能会问 那无糖口香糖为什么可以降低蛀牙的效果 对为什么 就会跟我们的口水会有相关 嗯 因为我们人在咀嚼的过程当中 就算你没有嚼口香糖 你只要是咀嚼 口水就会分泌出来 这是人的一个很大的特性 嘴巴只要有做咀嚼的这个动作 就是唾液就会分泌 对 那再加上 你如果现在我嚼的是口香糖 先不讲他是无糖好了 嗯 很单纯的口香糖 嗯 什么味道都没有 嗯 你这样一咀嚼咀嚼 口水也是会被刺激分泌出来 对 因为这个咀嚼的动作 嗯 再加上无糖口香糖里面它的成分 嗯 我们以前有个广告叫做赛骆驼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广告 其实它的是用英文名字 不记得 可能我这个年纪的人才记得 记得吗 欸你记得喔 欸那我怎么不记得 它的英文名字叫做Xylitol Xylitol Xylitol我们中文会翻译成木糖醇 哦木糖醇我知道啊 木糖醇这个东西它本身 你只要含在嘴巴 它本身就会刺激你的口水分泌出来 嗯 它本身就有刺激口水分泌作用 所以当口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它我们刚刚也提到它的保护机制 就会发生出来哦 那我这里准备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很经典的研究 这个经典的研究就是告诉我们说 它这是用什么 它是用那个当嘴巴里面开始吃东西的时候 对 我们细菌就会分解那些糖分 然后就会产生酸 嗯 所以你会看我们人的那个酸减值 PH值越低 嗯 表示酸性越强 对 所以当你开始吃东西的时候 很短的时间里面 嘴巴里面的酸性就立刻变酸性状况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纵轴 如果看到直播的人可以看一下 纵轴是指牙齿表面的PH值 PH值 横轴是时间嘛 所以你就说嚼无糖口香糖之前 如果牙齿的是7的话 就代表比较酸对不对 没有7是中性的状况 就是当我们都没有吃东西的状况 嗯 当我们开始吃东西 细菌利用这些东西 然后产生酸 嘴巴里面就那个酸性环境 立刻降低 PH值降低 就是变成酸性环境 对 假设我一只吃一只吃 嗯 所以一直维持在酸性环境底下 对 这里有画一条虚线 是很重要的虚线 嗯 这个叫做酸减临界值 也就是说 就5.5嘛 PH5.5 当PH值降到5.5以下 牙齿就被这些酸给攻击 牙齿的矿物质就跑出来了 也就是说准备开始要蛀牙了 哦 假设你一只开始 一只一只都一只吃一只吃 他一直维持在这条虚线底下 也就是说酸一直攻击你的牙齿 嗯 所以这样就很容易蛀牙 嗯 但我们吃饭不会说我一只吃一只吃了 对 假设我只吃一口 然后很快 就没有再吃它会恢复正常 对 可是这个时候你如果吃完东西 你去刷牙 对 把那些细菌刷掉 它就一直走在这里 或者是你没有刷牙 嗯 你嚼的是无糖口香糖 它也会上来 酸减临一直维持在这个地方 所以各位会有的时候你会想说 无糖可是它是甜的啊 它就是木糖醇的那个甜 没错 我们这里所谓的无糖 并不是说不甜 而是这种糖是细菌没有办法利用的糖 所以叫做无糖 哦 是这个意思 哦 那欸 可是要嚼二十分钟哦 对要有一段的时间 天啊 欸可是我都说真的 因为我以前有一个同事在口香糖公司上班 哦是哦 他们真的就是一直吃口香糖欸 因为他就说那个真的可以预防住啊 所以他每次吃完饭他就一直咬口香糖 我说天啊 口香糖不就是咬咬 我们以前吃口香糖是喜欢吃它那个味道 还有一些欸 我顺便问一下啊 因为现在讲说无糖口香糖它是可以预防蛀牙嘛 因为刚看到那个数字就确实 那另外一个是说有些人是口臭 比如说口气不好 所以他就去咬口香糖想要消除口气 可是那个里面它可能就是加的有不同的味道 或是很凉超凉的薄荷 这种到底对牙齿受好还是不好啊 好我们要先讲你刚刚有提到一个时间 对 我们不希望口香糖一直嚼一直嚼一直嚼 对啊 那所以才会设定一个20分钟就好 不是一整天都要一直嚼一直嚼 这是第一个时间的问题 第二个因为在嚼的过程口水开始分泌出来了 嗯 那分泌出来它就有冲刷的作用 冲刷掉你嘴巴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异味的东西 或者是它还有一个综合的作用 综合什么 综合刚刚那些酸细菌产生出来的酸 它好像你用一个水龙头这样一直冲冲冲的 酸就被你综合掉了 所以嚼无糖口香糖它可以让你的口气清新 当然来自于口水的分泌 还有来自于它原来里面的原料 当然有一些原料就是要让我们口气比较清新 但是必须要讲口气不好 除了嘴巴里面的因素 口腔的源头以外 有很多是来自肠胃道的源头 就人家说火气大火气大 有可能也是 所以于是我们就好像 我们在治疗这个疾病一样 你要先了解它的源头 假设你的口气是来自于嘴巴 那嚼无糖口香糖可能是有帮助的 假设你的口气是来自你的肠胃道不好 那应该要找肠胃道医师了 所以我们有听众朋友说如果我们吃完东西 没有办法刷牙时就喝水漱口 或者是嚼无糖口香糖 这个是对的 对不对 是总而言之我们要让你的酸 冲刷掉 你不能吃完就不管它的意思 当然 你就是不管怎么样你要用一些方法把它给 给就是嘴巴里面的酸 要想办法把酸值提上来的意思 对不对 就是不要要让它脱离 我刚刚看他说脱矿区 没错 脱矿区 因为我在想不到是不是 因为之前我儿子有一颗牙的表面 白白的吗 对有点白白的 然后那个医生就说这个快要注牙了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谓的脱矿 没错 这个在我们的专有名词 我们会叫它叫做early characteristic 就是早期性注牙 其实我们人的一个牙齿它会注牙 不是说我今天看它是很健康 明天就跑出来一个注冻 这中间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叫做 刚刚开始发生的注牙 所谓刚刚开始发生的注牙 就像我们刚刚那个图一样 牙齿受酸的攻击以后 牙齿上面的矿物质开始跑出来 这个过程就叫做脱矿化现象 去矿化现象 可是矿物质跑出来 它不会立刻变成一个洞 矿物质跑出来 只会在牙齿表面上 形成一个白白的颜色而已 但是很重要喔 这个白白的颜色它会恢复正常的 当你矿物质自己跑回来 它就恢复正常了 所以浮化物的最大的用处 就是帮你拉回来那些流失掉的盖子 让你回来 有人写说 一大堆人说 赛骆驼赛骆驼大家都知道 天我不知道 因为我很少看电视 我不是电视儿童 然后还有人说 原来广告里的数据是真的呀 你看大家都不相信广告 只相信医生 好那今天非常非常谢谢 这个台湾口腔照护协会的理事长 黄耀慧黄医师 其实来教我们就是在这个怎么讲疫情 一方面其实告诉大家怎么样去维持口腔的保健 而且也再次提醒大家你的口腔 你随时都有十亿个以上的细菌 这是真的 那怎么样能够预防蛀牙 预防牙周病 其实是跟全身上下相关都有关的 那重点这个礼拜五3月20号是世界口腔健康日 那所以接下来你们可能就是 我觉得很好 就是口腔照护协会会有一连串的一些活动啊什么的 大家对于口腔保健有兴趣的话 其实都可以注意一下相关的活动资讯 也可以上我们的官网 也可以上官网 口腔照护协会官网 今天非常谢谢黄医师 谢谢主持人 谢谢你带我们大家保护我们的牙齿健康 牙齿如果健康的身体就是 人生就是黑人生就是彩色的 对不对 牙齿如果没有健康的话 人生应该会是黑白的 谢谢黄理事长 谢谢谢谢主持人 谢谢 好我们 大家回答一下问题 脚口香糖可以改善夜间磨牙吗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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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 有人有听说过吃完 请问吃完饭是马上刷还是等30分钟再刷 好 在我们的 他说是牙齦 怎么会有这种说法 应该是伤牙齿 就有一个研究 他就是说你的牙齿本身 假设已经很脆弱 我所谓 先决条件应该是很脆弱 也就是说我们牙齿外层 其实有一个叫做法郎 对 这是健康的 当你的法郎不见 也就是说你的牙齿本身就已经被磨损的很严重了 你的法郎保护层不见了 这个时候你刚刚吃完东西 酸刚好是在侵蚀你的牙齿 所以我们才会说 如果你有牙齿敏感现象的人 意思就是你牙齿本来已经不好了 我好像是敏感性牙齿 我们会建议你稍等一下再刷 不要马上刷 对一般人来讲 那我们会建议吃完东西尽快刷牙 所以他只在一种情形 一种情形之下才会成立 你的牙齿本身已经结构不好了 才要稍等一下 为什么要稍等 因为这个时候你被酸侵蚀 然后你又用牙刷去磨它 它的损耗力就双重 又有化学损耗 又有机械损耗 所以我必须讲 这是有一个先决条件 牙齿已经不好的人 但是如果是一般人 我们还是会建议 在吃完东西尽快刷牙 因为我真的没时间刷牙 我每天都跑来跑去 像我看到那个办公室 如果是做办公室的上班族 都会去刷牙 但是像我的话 那我吃 如果我现在是敏感性牙齿 那我吃完之后我想要嚼 那个无糖口香糖 因为对我来说比较方便 我可能跑来跑去 那我是马上嚼还是要等 应该可以马上嚼 可以马上嚼 这个就没有没有那个 就是刚讲到时间限制 虽然嚼口香糖 不会让敏感性牙齿变好 但是它可以预防 就是降低口中的酸酸酸酸 还有人问牙刷怎么挑 牙刷怎么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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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因为现在有一些牙刷 他们就是讲说前面是很细的 就可以不用再用牙尖刷 是不是 不对 不对 所以通常你看我现在 如果看得到的话 看得到这把牙刷 我们很多人去买牙刷 都会买那个小个大碗的那种 牙刷毛很密集 其实我们希望牙刷毛是一束 一束一束是分开的 然后最好这牙刷的刷毛要柔软 但也不能讲求太软 太软你那个刷的 所以我们的正确名词可以 我们的正确名词叫做软硬适中 那怎么样去测到软硬适中 你现在如果到卖场 现在卖场它都会把一支Sample 挂在外面 要怎么试摸 用手背 黄医师你再坐一下 我们还回来再聊一下 好 好 大家回到现场听到的是 田富珍的歌曲玄日 但是我们的黄医师还在现场 为什么 因为问题实在太多了 回答不完 那刚刚又有一个问题 我又觉得很重要 我觉得我们听众 还是应该要听一下 就是有关于 刚刚有好几位听众朋友 在YouTube留言 留言问到有关于刷 吃完东西刷牙 是不是马上刷 还是要等30分钟之后再刷 那刚刚黄医师有回答 其实只有一种状况 会建议你可能等一下再刷 只有一种就是 有牙齿敏感症状的人 或者牙齿表面已经有被破坏了 那就等大概等多久再刷 通常我们会建议30分钟以后 但是必须一定要强调 这是有特殊状况的人 才30分钟以后 一般人请你赶快去刷牙 对 那如果像我 我每天都跑来跑去 我根本没有 因为我知道很多上班族 他们都在办公室 是可以被牙刷 一吃完就去刷牙 这很棒对不对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像我又有敏感性牙齿 那我可能会 我今天跟你上完节目之后 我可能会用无糖口香糖来取代 就是降低口中酸性 但是我又有敏感性牙齿 那我需要等30分钟再吃吗 那不需要 当然我刚刚有提到 无糖口香糖 可以增加你口水的分泌 对 可以中和掉你的那个酸 对 这样子可以让你敏感性的 这种症状可以降低 对 但是他没有办法治疗 没有办法治疗 所以大家知道 但他就是预防对不对 那有一些其他替代的工具 倒是可以 有一些漱口水 漱口水 他是给敏感性牙齿用的漱口水 你就可以 对对 那是吃完餐可以马上输 可以 好 然后那个我真的很贪心 然后那个刚有人一直在问牙刷怎么挑 那今天呢 黄医师也带了一只牙刷到现场 教大家怎么挑 说你在卖场的时候 很多牙刷都会挂出来 要去摸一下对不对 是 要摸选择怎么样的毛 一个牙刷最重要的应该 它的部位就是刷毛 所以刷毛我们希望柔软 或者是现在有那个新的 细细尖尖尖的那种刷毛 它的效果是会比较好 是没错 但是也不能一味要求 我就是要越软越好 因为越软 它的清洁效果 反而没有比一般 软硬适中的来得好 那于是你怎么样去测 它的软硬适中 所以我希望主持人 你可以拿着这个牙刷 然后用你的手背 对来测试 因为我们手背 是蛮敏感的一个地方 那测试 会不会觉得刷得很痛 因为有些当然比较 价格比较低的牙刷 它的那个刷毛的边缘很锐利 你刮起来你会觉得不舒服 这个时候你想想 你把它用在牙齿上面刷洗 它就会容易会损伤牙齿 刷毛很重要 第二个刷头也很重要 这个刷头不能这样宽宽大大的 宽宽大大你想你要放到嘴巴里面 要清洁到嘴巴后面的地方 就清洁不到 对所以刷头也很重要 非常谢谢黄医师 又留下来多跟我们聊了几分钟 那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 生活同乐会再见了 拜拜 牙齿很容易黑色色素沉淀 我知道 一段时间只有牙齿容易看起来黑黑的 但是没有蛀牙 有什么可以解决吗 那个是因为外来的染色 外来的染色分为两种 一种像食物 像有颜色的食物 对小朋友可能是可乐 或者是一些巧克力深色的食物 巧克力可乐都有可能 对 当然另外还有一种原因 他不吃这些 有些小朋友他会吃一些 营养补充剂 假设这些营养补充剂里面 有铁质的营养补充剂 像维他命补充剂 什么他里面含有铁的话 他也会容易有这种黑黑的色素成绩 还有另外一种 口腔里面有特殊某一些的细菌 它本身就会产生颜色 口腔里面的细菌不平衡 也会容易有这些外来的染色产生 大概会有这些原因 如果去除掉食物的因素 可能就是要维持清洁 OK好 好谢谢大家 我们要拍照 你那个 你那个 来来来 我这要拍照 坐着就可以了 坐着就可以了 我刚刚看到有人留言 星巴在背部 你看得很清楚 有点 1 2 3 OK 谢谢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谢谢黄医师 谢谢 谢谢